拜登说以色列答应战术性的停火 大概是四个小时每天 然后提前三个小时通知 你知道了之后这四个小时 你就可以安全通过 这个主要是针对人道主义物资的进入 不过这个人道主义物资 主要是食物跟水 其他的比如说你讲到燃料 比如说保温箱 为什么宝宝会死亡 因为没有电 那就是发电机要有燃料 以色列对燃料的进入是严格管制 为什么呢 因为地道要有通风设备 以色列显然就是要让 地道的通风设备的发电机停止 哈马斯就会被迫要钻出来 不然就会在地道里面窒息死亡 我觉得以色列是在用这一招 可是他就会波及了其他需要使用电的单位 那这个当然受影响最大的就是医疗单位 甚至于还有那个如果要动手术 那没有灯很多 那前一阵子还有更严重的就是还断药 因为我们知道断水断电 那断药 那这个 所以断药也造成了麻醉药的不够 那听说还有在没有麻醉状态下开刀的 这包括剖腹生产 所以非常惨 不过我觉得以色列 他现在可能会进一步 这个在加萨地区 还要断讯断网 让你的电话打不出来 让你的网络无法连上 那国际上就会比较缺乏第一线的照片 跟这个事实的揭露 因为他大概也知道 整个国际舆论对他越来越不利 所以我认为拜登跟以色列 大概有共同的默契 就是你这个战争赶快打完 那美国到现在还帮他撑着 还不愿意要求全面停火 可是我认为那个时间会 越来越被压缩 这个压缩就是说 我估计美国给以色列的时间 可能就是一个月 因为目前的那个言论越来越严重 是现在算在一个月还是 对因为人家会觉得说 你要恢复秩序 可是未来还会碰到另外两个争议 一个就是恢复秩序 那个政府如何组成 那以色列现在就是说 他要成立军事政府 那所以他的军队不能撤 因为这个地方 随时会有动乱 那美国是希望 巴勒斯坦政府就法塔赫 进来成立政府 那以色列认为 法塔赫掌握不住局面 因为他以前就是被 哈马斯赶出去的 所以你没有足够的军力 你来成立政府 能够维持秩序吗 这个是以色列的观点 可是以色列如果 他给人家占领 成立军政府 这个全世界都反对 那还有第二点就是 已经被他驱逐的 巴勒斯坦人 在恢复秩序之后 可不可以回来 我认为以色列恐怕也不乐见 那这个也会 让全世界都站在他的对立面 所以我觉得未来 还有这两大变数 大家可以再观察 以色列事实上的话 这个在加萨走廊 可以说这场战争 才打到 连一半都不到 因为最近BBC 就前两天BBC 做了一个比较详尽的报导 他们访问了一个 以色列军方的高级官员 说你们现在打到什么程度 那高级军官说 如果是15回合的全级赛的话 我们现在只打到第四回合 所以可是基本上 以色列在这边 他已经攻击了 一万四千个目标 就是从开战以来 大概打了多少枚弹药呢 两万三千枚弹药 所以小小一个加萨走廊 以色列已经投入了多少军队 三万军队 以色列现役军人是16万人 后备部队35万 所以并不是以色列 不愿意投入在太多军 因为就地方小 三万个乙军进去 已经到处都是乙军了 那现在以色列 他达到的现阶段军事目标是什么 就把加萨南北已经把它切断了 然后正在往城市的中心里面 去推进 那这个部分 有人说现在乙军伤亡是43人 也有说34人 那也有说三亡事上数百人 这个都很难说 这个都很难说 不过以色列基本上的话 就是说 照所有的军事专家来讲 他真正的比较困难的战争 现在开始 因为以色列方面他也估计 他说这个哈马斯 他的军援大概是三万到四万 他们现在能够确认 只消灭了他百分之十 也就打死了四千名 那另外还有三万多名的哈马斯 现在他们也看不太到 所以现在以色列基本上进入到加萨 基本上就是靠重型的坦克 重型装甲 带的一步一步一步 慢慢往前冲 那所以当时他们这个 以前这个在这个叙利亚的打 这个一场很重 也魔术尔战役 他一共打了多久 他也是向战 一共打了九个月 所以这场战争才刚刚开始 我们刚刚提到这些医院的 这些惨状 其实他会慢慢比较减少 因为以色列已经很清楚的 告诉所有的人 这个医院他不会留的 他基本上他们认为就是 哈马斯的重要的军事医院 叫下面 他医院已经打了好几所了 所以基本上 现在整个发展对以色列来讲 他们很高兴 因为还有一批不走的人 现在都已经在往南走了 一些平民 这个是以色列的战术目标之一 所以这样战争是很悲惨的 当然认为以色列的军队 并不是故意要去杀害 这个加沙地区的巴勒斯坦的 平民百姓跟儿童妇女 他绝对不是故意要去杀害的 但是以色列的军队为了要消灭哈马斯 或者是他的军事祭典 或者是他的指挥所 然后会造成很多很多人 平民百姓 还有这些老弱妇孺的死亡 他不在乎 所以才会有这种 不知道多哈马斯 多少倍的平民百姓的死亡 如果按照以色列所宣布的 说我们已经打死了 三四千人的哈马斯 可是你已经打死了一万多人 一般来讲估计1.2万人左右的 这些无辜的平民百姓 而中间孩子至少已经占有四千多人 比哈马斯的军人还要多 而你根本不在乎 你根本不在乎 难道不用负责任吗 你根本不在乎造成 这么多倍的平民百姓的伤亡 你难道不去思考 你自己在军事行动上有问题吗 为什么国际社会对你的谴责 这么的声音这么大 为什么连你的长期的最坚实的盟友 美国的国内社会 都已经发出这么大的怒吼 为什么整个欧洲 这些你长期的盟友 他的人民都走上街头 伦敦三十几万人 法国每一个城市 大型的城市都有几万人 都走上街头来表达他的抗议 表达他们的愤怒 要求要立即停火 不要再这样杀戮了 难道你以色列的军人 你完全没有任何反省力吗 为什么有这么多的 在美国的犹太人都站出来说 停止这样杀戮 你以色列的内塔尼亚胡 你的战士内阁 你们的军人 你都没有任何反省力吗 你为了要杀死一个哈马斯 你杀了这么多的无辜百姓 你一点都不在乎 没有人说你故意的 但是你确实不在乎 这一点真的要痛制检讨 要认错 你要向这整个国际社会要认错 我觉得这一点要做到的 另外我们很明显的看到 美国很担心战事一直扩大 而战事扩大的肯定越来越高了 以色列的北部的城镇 的冲突在升高 美军在叙利亚跟伊拉克的军事基地 被攻击的程度在升高 这个都有可能会慢慢的 一点一点的把美军卷入 它一直不想卷入的战场 这个U8意识方这个功能真的 以前真的没见过 因为一般你驾驶技术核 你也许可以让车子在原地打转 可是那个死量你没有办法控制 那它这个是可以调整的 比如说你可以调整说 我转30度 转60度 转90度 那它会 所以你如果在很狭窄的空间 我们倒不要说什么 它90度这样停车 方便宅宣停车 不是这种功能 是更常见的是 你在很狭窄的路面要汇车 那你就可以用 很微小的角度调整 让你可以汇过去 这个比较常见 那另外还有掉到水里面 你的车子会转不动 那它有办法让你调整角度 然后可以逃生之类的 所以怪不得Nuson很有兴趣 这个真的以前没有见过 所以这个是一种技术的突破 不过比亚迪事实上 它去年的销量 就已经超过特斯拉了 它去年大概卖了 我看到统计是186万辆 那特斯拉大概只有137万辆 这个原因可能是因为 特斯拉的型号太少 它的变动性很少 所以很多人就说 事实上中国的电动车的崛起 也是给美国刺激了 就是你创新太少了 这个好久还比iPhone 15 因为中国的手机也非常多元 那你就会看到iPhone 实在太懒惰了这样 就是创新太少 那比亚迪这个趋势 可能还在扩大 因为它的车总会越来越多 那搞不好它还会进入并购期 那就会有各式各样的系列出现 所以这也难怪 为什么这个马斯克会开始抱怨国内 因为美国那个UAW汽车联合工会 要求拜登要让特斯拉要组工会 这个造成特斯拉股价大跌 因为美国的工会 那个力量是很大的 你刚才看到最近 那个薪资谈判 它不是要求 说要比照那个高管 要增加40% 那这个 因为特斯拉是没有工会的 所以现在显然它是遭到了挑战 可是它如果要在美国扩厂 你不让组工会这个可能性很低的 华为这一款新车 是它跟另外一个车厂 就是奇瑞汽车一起合作的 它前一款车就是问界 那是与另外一个车厂 为什么它会跟不同的汽车厂合作呢 就是说华为事实上 这个硬件的部分 它都有合作的车厂来负责 可是整个电动车的 这个车子软件部分 就是华为 它主要要行销的 因为它华为在这个 在这个智能驾车 智能汽车里面 它有两个是它要 希望能够推广的 一个叫智能座舱 一个是自动驾驶 智能驾驶 这两个系统 华为希望有更多的载胎 能够把它这个两个系统带起来 所以这一次的瑞奇的这个叫智戒 它前一生跟赛利斯合作的那一款叫问戒 所以你以后看到什么戒的 那个戒不是我这个戒 上面还有一个田 这个世界的戒 前面如果是智 现在问都是华为合作的车 那这一款这个智戒 S这一台智戒 这个智戒这一台熟 它是纯电动 问戒 S5 S7 它基本上还是油电混合的 所以这一款是纯电动 我觉得它很让我 就是说看起来对它慢感觉 它的直接充满电的 这个它的续航力是800公里 这个现在你在买到车 能够500公里是不错的 可是它有800公里 可见它在这个性能上 是相当相当的这个 有超前的 那这款车现在马上要推出来 当然不晓得它销售情况怎么样 可是华为跟这个赛利斯合作的 这个问戒的两款 在推出以后 这个M5 问戒M5 累积交付量12万台 那最新的那个 这个MC的 它也是问戒M7 出来已经怎么样 预这个销售到 已经8.6万台 然后最新的问戒M9 预购量已经2万5 所以这个得以说 华为的这个相关的车辆 汽车系统 在中国大陆受到极大的欢迎 那最后它会推动一种 如果它的销售量大的话 它会把这个智能座舱 跟这些自动驾驶的系统 它很可能会 可以推广到 其他的不同的车系里面 就变成华为的智能驾驶 智能座舱 一统天下的这种局面 这可能是它的最大的目的 我们都知道 汽车工业是一个国家工业化 最主要的一个指标之一 你看不管是美国 或是德国 法国 或是后来的日本 再后来的韩国 它们能够成为一个 高度工业化的国家 其实最主要的 还是来自于它们的汽车工业 它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表征 中国大陆的汽车工业 能够一惊突起 我倒觉得 它们最主要是来自于 它们的概念 是革命性的变化 这种创新是在过去 汽车工业界里面的设计者 或者引领者 他们所想不到的 过去我们对汽车工业 或是对汽车的功能 都是把我们人或是货物 从A点移送到B点 可是问题是中国大陆 对汽车工业的概念 就不止这些了 他们也要把娱乐放到里面来 把修行生活放到里面 把工作间放到里面 甚至把它跟家庭 跟任何地方的 用互联网的方式 把它整个串联 我觉得当它把这些 都串联起来了以后 我们看到 它的革命性的变化就出现了 所以为什么欧美的国家 包括特斯拉 他们跟不上 特斯拉越来越觉得 他跟不上 最主要还有另外一个特点 就是大陆本身的内卷 也就是彼此之间的相互竞争 彼此之间的相互竞争 这么的激烈的情形下 他们出现了你所谓的内卷 而因此他们这种相互竞争 使他们的竞争力 一直在往上爬升 当它在国内的竞争 成为龙头的时候 它就是国际间的龙头 甚至你在国内第二名 都在国际间都可以打败 绝大部分的汽车工业 那你想这些其他国家的汽车工业 如何跟中国大陆的汽车工业来竞争 越来越困难 所以我觉得马斯克他自己本身 因为他长期的一直往返于 美国跟中国大陆 他对大陆本身的发展 尤其他的本身的主要的基地是在上海 他对中国大陆的工程师 设计师 工人 这些劳动者 他们本身他的了解 比美国的几乎大部分的企业家 都更深入地了解 由于他更深入地了解 他就知道说 中国大陆的这个汽车工业的 这些劳动者 他们本身的勤奋 聪明 努力 认真 专注 那美国的汽车工人跟不上 我觉得关键还是美国 就是在拜登的压力下 以色列现在决定开放每天四个小时 他叫这个人道暂停 会提前三个小时告知各方 让人道救援物资可以进入 可是你可以看到 他大概只有放水跟粮食 其他并没有放 其他我讲的是药品 或者是燃料这些东西 所以没有燃料 那当然还是有缺电的危机 那没有药 那当然就造成开刀 或者生产不能用麻醉药 那就很惨 那没有电 以色列他的想法当然是 他要让那个地道 没有办法开动那个通风设备 那你就要出来 要不然就窒息死在下面 可是这个没有燃料 这个影响的范围很大 所以事实上以色列也是要制造一定的不便 那逼你离开 那我认为美国跟以色列应该有一种默契 就是我就在撑你 你再打一下 那看可不可以 这个打到差不多了 那我最后再来 看你可不可以停 那 显然目前 你如果看那个地图 以色列事实上还没有真正进入 Gaza City做巷战 他事实上是从北部 还有那个南部 两边各围起来嘛 然后这另外 东面本来就是围墙嘛 对不对 那还没有进入Gaza City 所以以色列事实上已经有一些人在发言 包括国会的议员 包括前军情的领导人 都认为这场战争会打很久 那可是这个事情就是这样 你只要拖久了 那国际的压力可能会让你受不了 因为大家会扯到两个基本问题 第一个就是说你到底要打多久 那被你赶走了 巴勒斯坦人可不可以回来 或者是你要如何形成一个稳定的政府 我说北加萨 那你这种部员都不回答这些问题 所以拜登目前遭到的舆论压力也越来越大 因为民主党本来就是一个多元族群支持的政党 所以他民调已经开始明显下滑 比如说拜登现在民主党的内部支持已经低于70% 然后最近不是有一个 那个巴勒斯坦裔的国会议员在国会被谴责吗 那他来自Michigan 那Michigan就是摇摆州 那造成那位国贺议员的Michigan的选民大反弹 结果拜登现在在六个摇摆州输了五个州 包括Michigan吗 当然啦 当然包括Michigan 那普遍的分数低的 就是处理这个尾巴冲突分数很低 然后国安政策分数很低 就是这样 所以我认为这个压力会让拜登最后一定要做一些决定 那目前他就是耗着嘛 那可是他面对的那个共和党是铁板一块啊 一面倒支持以色列啊 可是民主党这边不是这样 对 党内有分歧 对 他分歧越来越严重 而且你也知道上街抗议的人也越来越多 是 那这种抗议会不会升温 我讲的升温就是不是指人数啦 比如说伦敦已经上街30万啦 不是人数 因为穆斯林本来就会上街嘛 是上街之外还会不会做一些动作 比如说会造成治安问题 或者有打架的问题 那你的压力就会越来越大 当年反越战就是这样 一开始也是和平上街啊 那到最后就什么招数都来了 那你就要面对街头的很多小型的骚动 那你的民调就会再往下挫 是 所以我认为美国跟以色列都是在跟时间赛跑 到了昨天下午的数字出来了 昨天从前天到昨天 就是新的死亡人数增加了200 来到了11261人 当中有4500位是儿童 那每天呢 他的数字都在200 300这样增加 跟刚开始的轰炸的时候稍微减少 可是呢 你如果去看他报道的那个内容就知道 因为现在没有轰炸 现在是包围 那怎么还会每天死200位 又有四个小时的这种人到 就是让他们离开 那这个死亡主要来自于医院 而且这一阵子 在联合国安理会的时候 在就是巴勒斯坦的红色组织的主任 都报告 现在他觉得以色列的军队 是以医院为主要攻击的对象 因为他认为医院里面 一定有很多哈马斯的这个人 人多 哈马斯就多 所以他就轰炸 那现在看到的是 过去10月7号以前 来自于就是 不管是埃及还是以色列 每天进入到这个加薩地区 给这230万人的货柜车的补给 是500辆 现在平均50辆 也就只降到十分之一 十分之一 目前只死1万1000人 表示说什么意思 还是有220万人以上 在这个地方 缺水缺电 缺网路缺能源 现在缺医疗 那当然刚才这个亮哥说 以色列不让你物资进去 你大笔的物资进去 可能会转回到地道里面 去支持哈马斯 哈马斯昨天说 他这两天 这个击毁了20辆 这个以色列的这个坦克 那经华盛顿邮报 刚才的这个报道 我看到 他说哈马斯在准备第二波攻击 这个第二波攻击 很可能就是在这个加薩市 以及会在约旦河西岸 我不知道约旦河西岸 情况怎么样 但约旦河西岸 现在已经多于200人死亡 在约旦河西岸 没有发生任何的示威暴动的 已经有200人死亡 那现在 两万八千个受伤人当中 因为没有医疗 拿醋在做这个消毒 然后根本开刀 没有办法去麻醉 儿童的这个开刀 都必须要大声哭的 所以现在死亡 会大量的增加在这些伤患当中 然后呢 你当然也没有所谓的这个即时的 人道物资的这个足够人道物资 那这些会引起下一波的攻击 然后你同时看到57个 伊斯兰穆斯林的国家 已经共同的谴责以色列 所以我觉得各位 这跟过去的尾巴冲突不一样 它不会大势化小 它不会大势化小 我们统计了一下过去 以巴的冲突 尤其在加萨冲突 以色列死一个人 最后巴勒斯坦这边要死21个人 那过去因为只有几十个人 所以死了几百个人 你知道1400个人 以色列在10月7号的死亡 是1400人计算 21倍是多少 3万人 现在还差一千 一万九千人 你能够接受这样子的发展吗 这个乌克兰能够干这件事 我看没有人会相信 因为它那个 它那个深水的那个爆炸装置 装在很深的位置 而且是北溪管道 它装在三个地方 不可能啊 这个地方就是北约 这个安全警戒的范围 你乌克兰怎么进去啊 你乌克兰是北约成员吗 所以现在要推给乌克兰 这不可能的事啦 我跟你讲 现在大家普遍认为是英国人做的啦 那可是英国背后的力量是谁 这个 这题外话啦 就是英国也不是单独做的 他也要有 那个周边啦 因为那个是 那个瑞典啊 丹麦跟挪威的海域嘛 那他们都不知道吗 这个 这个就听听就好 因为那个Harsh 不是有写了一个report嘛 对不对 我认为他那个真实度比较高啦 不过那题外话啦 我觉得美国希望军方能够恢复沟通 我认为这一次中美见面最重要的就是解冻 然后方方面面的对话沟通机制会恢复 因为中美的沟通机制 各个领域大概有100多种 每个部会都有 那因为 2018打贸易战打到现在嘛 所以就陆续就断掉了 这样 那这个可能都会恢复 所以他彰显了一个重大的意义是 我们的关系不会再继续下坠了 开始要把它停住 停损 那看能不能有堆叠善意 那有一些正能量往上拉 可是你也不要期待会拉很快 因为矛盾实在太大了 所以你说一些核心议题啦 我认为双方都不会有正式承诺啦 比如说台湾议题 拜登了不起就是讲原来那句话 不支持台独 那就是布林肯讲的话嘛 对不对 那说会不会买美债 中国也不会承诺 那美国会不会减少科技制裁 美国也不会承诺 就是这样 可是方方面面的对接会开始啦 所以军方 我认为不是在这个时候啦 可能是在APEX之后 在东南亚有一个防长会议嘛 那现在已经确定 中共军委副主席张右侠会去 那Austin也会去 那两个人会不会在那边 一对一啦 我认为可能有啦 所以大概就是一种解冻的过程啦 大概是这样 你知道 我觉得拜登的情况再这样下去的话 美国民主党也很希望 能够有个蓝白盒你知道吗 可是他们没有 那美国有白哦 也就是说所谓的中间的独立选民 独立候选人 过去曾经影响过这个美国的选举 尤其是那个Ras Perot 德国那个富商出来的时候 他最高得过在美国 就是这个总统大选当中 没有出现过的第三党 独立候选人得了13%的票 很不容易 那当然 拜登如果这个情况再进取下去 我觉得他的副总统搭档 就不会是贺锦丽的 真的到最后提名的时候 那另一位前一阵子 我才刚去过中国大陆 从香港进去的加州州长 尼尔森 我觉得他的可能性可能会增加 这样子会相较对比于川普 那川普会提谁 The Sanctus 似乎这两个人现在有点闹翻了 不过也不一定 这个一个是加州 一个是德州的州长 但是现在看中东 大家就会觉得 中东一直都是 这个混乱的来源 能源的来源 也是美国的主要关心所在 我觉得现在他的 就是美国对于中东政策 面临到一个大的考验 他已经不在乎 下一个阿拉伯世代 是不是还支持美国 其实他从来也没有在乎过 美国在这里 是纯粹的丛林法则 也就是纯粹的 就是经济 能源 以及军事 最关键的军事 所以当那57个 伊斯兰跟阿拉伯的联合峰会 都强力的反对以色列的时候 没有人在骂美国 私底下骂得很大了 声明当中都没有提到美国 然后呢 特别是美国有驻军的这些国家 反而照报导 去阻挡了一些 对以色列这个主张 更为严厉的这些这个主张 因此 美国现在在中东啊 我觉得就是 是挺以 反一 为军 挺以 这么有话讲 是 反一 反一就反对 这个伊朗 为军什么意思 就维持它的军事的 继续的存在 是 那这个是它 在中东地区作为霸权 军事霸权 最关键 最重要 也是后续 持续挺以色列的关键